北民有生 刚进入第一病动没多久 陈哥就在护士站台里 发现了两个铁笼 其中一个铁笼里 还放着一只半生不熟 被撕咬了一半的鸭子 更加奇怪的是 在铁笼的另一端 还摆放着两碗水 同一个铁笼外面 为什么要摆两个碗 这笼子里 养了两条狗啊 看着两个颜色 外形都一模一样的碗 陈哥犹豫了一下 端起放在鼻尖闻了闻 其中一个碗里的液体 无色无味 应该是普通的水 而另一个碗里的液体 散发出淡淡的 具有刺激性的气味 这味道 陈哥是相当熟悉的 以前为了防止老鼠 啃坏道具 陈哥的鬼屋 买过不少老鼠药 好像被吓了老鼠药 两个外形一样的碗 一个里装着水 一个里混着老鼠药 难道饲养者就不害怕 他养在笼子里的动物 不小心喝错 眼前的场景确实有些古怪 陈哥把这一切都拍入镜头 他扫了眼手机屏幕 弹幕滑动飞快 其中有一条数字很多的留言 从他眼前一闪而过 隐约有铁笼和人的字样 弹幕太多 陈哥也没有往回翻 他检查了铁笼的每一根钢筋 发现笼子出口上 沾有一大片的油渍 就好像是一个人双手拼命抓住钢筋 不愿意被带走一样 难道笼子里装着的 不是动物 而是人 如果是这样 那就更麻烦了 一个废弃了四五年的精神病院里 竟然有活人居住 而且看样子 似乎还不止一个 陈哥不得不更加小心起来 他白天所做的全部准备 都是为了对付鬼怪 忽视了病人本身的危险性 从护士站里走出 陈哥着重检查两边墙壁 铁笼里的家伙 是被强行带走的 他双手沾满油渍 在挣扎的过程中 肯定会留下一些痕迹 没走出多远 陈哥就看到墙皮被抓破 油渍中混杂着血斑 陈哥跟着痕迹 一路追到了病洞二楼 在这里 楼道分成两条 一条通往第一病洞内部 另一条通往第二病洞 整个康复中心是连铁式建筑 三座病洞内部相互连接 用了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 陈哥走遍了第一病洞 大楼里能藏人的地方很少 他并没有找到龙中人 也没有找到更多活人 在此地生活的痕迹 那家伙 会不会是被带到了其他病洞里 陈哥往楼下走去 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了起来 一看 竟然是流刀打来的 陈哥心中有些不快 这会儿自己神经绷紧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流刀怎么就这么麻烦 但想归想 双方毕竟是合作伙伴 陈哥还是接听了流刀的电话 有事吗 陈哥 你走得太快了 今夜是通宵直播 现在才过去二十分钟 你已经跑给你一栋病楼了 后面的直播 你准备怎么进行啊 秦广那边人气 刚突破六十万 你这边现在还没破五万呢 别光顾着探索 多跟谁有交流交流 陈哥听着流刀的话 回到一楼 当他看向一楼走廊尽头时 瞳孔轻微收缩 并懂得铁门怎么关上了 我记得进来的时候 大门是开着的 你在说什么 现在形势多么不容乐观 你也别有太大的压力 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播就可以了 等会儿再聊 先挂了 陈哥收起手机 举着工具锤 朝铁门那儿跑去 经过护士站的时候 他下意识地往里面看了一眼 总觉得好像哪里出现了变化 心里悠着病动大门 陈哥没有第一时间 翻入护士站查看 他先是跑到了病动门口 用力晃动铁门 然而原本轻易就能推开的铁门 这会儿却是闻死不动 陈哥趴在门缝处往外看去 就看见在铁门外面的把手上 有人新架了一把大锁 他用力撞击铁门 外面好像还支撑着什么东西 大门闻死不动 糟糕 上锁了 什么手的事 环形锁 支撑物 一看就是棍法 废弃的精神病院里 有活人生活 陈哥怀疑是曾经的病人 又回到了这里 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疯子 这些家伙有的可能比绝大多数正常人还要聪明 绝不能小事 陈哥是只用工具锤 撬动门锁 没有任何效果 他又进入两边的病室 窗户上全部被铁围栏封死 此时此刻 陈哥更加能体会到那些被送入精神病院患者的心情 这里就好像是一座特殊的监狱 求救 报警 陈哥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直播人气还在增长 如果现在离开 这次直播等于说就毁了 再说 他还有试炼任务在身 要在午夜凌晨之前 进入第三病动 从火到天亮 一旦报警 光是问询 估计就要浪费好几个小时的时间 我记得 二楼的窗户 没有装防盗网 从那里离开也一样 暂时没必要报警 为了完成这次失联任务 找到父母失踪的线索 也算是豁出去了 回到护士站 陈哥刚才路过时发现 里面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翻进去才发现 铁笼外面的塑料碗 已经清空 里面的液体 全被倒掉了 他是害怕我发现 其中有一个碗里下有老鼠药 陈哥不能理解对方的做法 正要起身 忽然看到柜台底下的木板上 写着几行小字 为了看清楚那些字 陈哥弯腰把头 伸入柜台里 还没等他靠近那些字 头顶感觉有些痒 就像是有小虫子 钻进了头发里 伸手挠了挠头 手背不经意间 碰到了什么东西 扭头向上看去 承哥的心狠狠地跳了一下 柜台下面的隔板上 沾着一把把黑色的长发 又长又短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 还不等 诚哥想明白 护士台外面 忽然响起了一声尖锐的猫脚 他赶紧从柜台下爬出 向外看去 只见白猫朝着二楼拐角 楼梯张牙露齿 一色猫童紧盯着某一个地方 有人 趁哥二话不说 抓着工具锤就冲了过去 他不准备给对方反应的机会 反正病动大门被反锁了 他自己的行踪 把承岩已经暴露 也就不用再顾及这么多了 可当一人一猫跑到楼梯拐角 楼道里却是一片漆黑 什么都没有 奇怪了 跑哪儿去了 白猫没有炸猫 只是表现出进攻性 那东西的危险程度 应该比不上牧阳中学 在鬼屋 趁哥就已经测试过白猫了 这只白猫对于某些东西特别敏感 几乎不会出错 而白猫在鬼屋里炸猫两次 一次是进入牧阳中学的时候 一次是在卫生间血门出现的时候 根据白猫刚才的反应 趁哥大致判断出来了怪物的实力 不过现在最关键的是 不清楚那玩意儿 到底是人还是鬼 明镜 Orang霍